2014年我来到西藏 现在在辞职区文明办 从事志愿服务 还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关的工作 回想这八年 其实是 工作环境也很好 然后西藏的一草一木 然后我所遇到的人和事 都对我非常的感动和欣喜 之前在宣传部办公室工作 因为那时候人手少 任务重 经常是百加费 五加二 再班加点 连续三百多天没有休息都有过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这种都不算苦 甚至高海拔 养记西伯都不算苦 唯一让我觉得难受的 就是 离家乡太远和父母 不能常相见 彼此总是记挂着 这也是 我作为独生女没有尽到 孝道 然后其实内心是非常愧疚的 但是这是另一方面 我热爱我在西藏的工作 我热爱我所投资的事业 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我都没能赶回去 其实也是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我父母放心不下 过来看我 然后我当时 带他们去看文春公主 然后听到里面 文春公主唱了一句 回不去的是故乡 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但是还把父母发现 因为然后更担心我 然后还是 我从来都是 报喜不报忆 八年间 我亲眼看见 中央和区党委的文件 从白纸黑字 变成了 实实在在 百姓身边的 村总和文化博物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我看到 我们每次加班加点 忙碌的成果 然后我看到 乡村学校少年宫 最偏远的地区的学校 孩子们都能够 都能够跟大城市的孩子一样 参与足球 音乐 美术舞蹈 这样的兴趣班 然后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什么都值了 阿里当时 在十多年前吧 孩子们的出学率非常高 有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教育局的开玩笑 都说不敢放寒暑假 一旦放假 孩子们可能都去 被家长 叫回去喂羊 然后再满山遍野地 跑着 就找不到了 也是空车保学之后 教育局的干部也好 学校的老师也好 每个山头 一遍一遍地 呼喊着孩子的名字 把他们挨个 做家长的工作 一个一个领到学校里 一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去看的时候 基本上就学率 接近了100% 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 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然后从西藏最边远的 最边境线上的 都还不叫小学 它只是一个教学点 因为人太少了嘛 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生 然后我就觉得 我自己充满了力量 只要他们能有一个 好的就学的环境 然后他们能够 尽可能地 享受均衡化的教育资源 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的意义 所以我还是要感谢学校 是学校一直指引着我们 让我真正到了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让我觉得 我一直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然后我能够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还是要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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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